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道没有负担的早餐煎饼 它属于有纤维 能有饱腹感 慢能量的 第一步我先来处理一下高丽菜 高丽菜是好东西可以平时多吃一点 如果想用白菜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高丽菜更好 粗的杆可以给它拿掉 另做它用 我是给皮刺 把它切成丝 如果没有称的朋友 我大约给你量一下 满满的一个cup 我们放一小匙的盐进去 一会儿它的水就出来了 再加几片胡萝卜丝 切薄片再切细丝 也可以用擦湿器给插进去 一样 和高丽菜混匀 好 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去煮一下粉丝 粉丝煮好它也差不多就出水了 先烧开一锅水 我比较喜欢浓厚粉丝 我比较喜欢这个浓厚粉丝 它就一小指我们把它煮熟一下 这个粉丝是绿豆做的绿豆粉丝 所以说没有负担 好 水开了放下去 就是把它煮到完全透明 而且我们拿起来 用手一掐就断 熟了 一掐就断 这就熟了 大约煮三到四分钟 如果煮过头也没关系 这个豆还真没关系 煮过一点没有关系 好 拿出来 然后给它剪断 剪成小条或者拿去刀切也行 就是煎出来不会一丝一丝 那么长 这个呢 即使糊了也没关系 特别好做 临时半 好 这个呢 也腌好了 现在它可以出水了 把它挤一下水分 这样煎出来会比较好吃 然后呢 我把这个水给它挤掉 我这个咸度呢 干好了 大家也不用再加盐了 不用洗也不用再加盐 和煮好的粉丝放在一起 这个汤水如果怕浪费的话 你可以拿去煮菜呀 这里面是盐水 加上cabbage 好 这个真的像新鲜的咸菜 也很好吃 再增加一点营养 你看我会加上一些 虾皮跟免洗的这种紫菜 就是海鲜的了 就是海干不是海鲜 虾皮放进去 它也会增加风味 这个紫菜呢也等于跟味精一样 然后我们稍微呢 最好是不要洗的 洗的就粘糊在一块 不想增加水分 然后它反而会让它去细一些那些的水分 因为它是干的嘛 所以外面有很多免洗的紫菜 这个调味料呢 你看啊 本身我们刚才腌的菜里面有盐了 我不放什么酱油之类的 那我就是放一些白胡椒粉 白胡椒粉呢也是很提鲜的 打两个鸡蛋下去 搅一下 这些东西呢 像虾皮 紫菜 cappage 鸡蛋 这个本身呢 就很有那种鲜味 它就是跟味精一样 所以在这里呢 不需要调太多的调味料 然后把它拌匀 有喜欢吃奶酪的 这时候可以放进去 放一小把奶酪进去 那我们家呢 是乔夫说他不吃奶酪的 那我就一半 先煎没有奶酪的一半 一会儿我放个奶酪啊 做个对比 今天用炭干过煎 先把锅烧得非常的热烂 锅金属里面的毛孔全部打开 然后关火 稍微等20秒之后再放油 油烟不会太大 一会儿把油换一下 这样就不会脏了 好 现在再打开火 中火就可以 你可以煎多大块都行 你可以煎一整块也行 那我是想给它分成几小块 先给它弄成椭圆形 这个呢为了没有太大的油烟 咱们火不要太大 这个只要炭干锅是开锅的没问题 如果不粘锅那就更没问题了 火不要太大 我现在给它做成有点像韭菜盒子那样 给它折一下 这样造型比较好看 这个很容易熟的 因为里面基本上都是熟的东西 只要把鸡蛋煎熟了就可以了 你看到后面我都基本上关火 因为这种锅啊导热性非常强 就它一直会保持那个温度会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在这个中间就得把火关掉 因为炭干锅就是这样子 不管其他锅也基本上是这样 因为它锅不断的烧它会越来越热 所以我们要关一下火利用余热再来把它煎透 好 看 第二块 我现在还剩一点 这个我会加点奶酪 随便你喜欢吃的奶酪都行 奶酪有一点咸味很能提味的 就像味精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放马苏里拉呀 可以放雪仔呀 我还放一点泡沫肠 不一定都可以 然后这个是有奶酪的混在里面 可能说不定中间还吃出拉丝 好 好 好 这是奶酪的 煎饼呢 做一个沾的酱 傻夫会比较喜欢 煎饼呢 酱油放一丢丢 辣椒酱自己喜欢的都行 放一点点醋 搅一搅 再加上黑米 炸凉 热饮 早餐就完美了 如果感兴趣早餐怎么搭配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生活分享频道 阿婆有一个100道早餐的分享计划 粉丝很抽糖 加上奶酪有点咸 也鲜 不喜欢奶酪那就不要 小朋友如果可以放一点奶酪也挺好 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会继续给大家创造一些新的菜谱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